港媒苹果日报 月前引述北京政治圈传出的消息指 北戴河会议将在下月初召开 除了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之外 在世的原常委要求 近日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主题 主肯定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央的工作 但同时也犯有比较大的错误 会议将解决中央主要领导问题 报道显示 比较大的错误以及中央主要领导问题 都没有具体内容 报道所说似乎来源大陆一个传言 江泽民 朱镕基 温家宝等元老 联名上述政治局 指出中共十九大以后 出现了左倾茂进与个人崇拜 要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这一传言的可信度不高 至于王沪宁被迫下台 胡春花入常 二次修宪更想当然 因为中共的宪法是在党章基础上制定 修宪必先修改党章 但报道贴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引发联想 有观点认为 中共最近四十年历史 总书记或主席因党内斗争而下台 比比皆是 华国锋因为两个凡事和搞个人崇拜而下台 胡耀邦因反自由化立场不坚定而下台 赵紫阳因八九六四学运而下台 在江泽民上台期间 还被邓静告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 如今习包子在政经上的大幅倒退 重回文革之路 存在被中共元老们逼下台可能性 的确 中共历史的眼镜非常相似 终身执政的毛泽东病亡之后 中共将其罪恶化归给四人帮 一场宫廷政变中邓小平还在被打压中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中共内斗中出任党魁 华国锋栽在画像上是一出戏 这场戏与习近平目前境遇惊人相似 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之后 华国锋下台的最初就是画像纷纷被取下 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 中共政治局在1980年曾召开九次会议 解决华国锋问题 当时的逆转中 人脉不多 政治根极浅薄的华国锋 最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从排名第一沦落到倒数第一 退下 而形式上是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 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但其中的内幕当时并未公布 中共政治局还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官员 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4000名高级官员传达 并要求 严格保密 绝对不得外泄 结果是 胡耀邦接替华国锋 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邓小平接替华国锋 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但有意思的是 华国锋从党魁大卫跌落之后 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一方式在胡耀邦下台中得到了应用 6年后 胡耀邦重蹈了华国锋的覆辙 但不是中共中央全会 而是政治局扩大会议 1987年1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 胡耀邦也是以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方式被罢免 而赵紫阳被一致推选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还是得到保留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 还要走过场在中共全会上追任 与华国锋 胡耀邦不同的是 赵紫阳是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斗之后遭到罢免 1989年6月19日至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 但当时还有中共委呗存在 元老可以直接干政 邓小平 李先念 王震 薄一波 宋任穷等一大波老人参会 而讨论的主题是赵紫阳等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所犯的错误 虽然赵紫阳绝不认错 但还是在6月23日到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被宣布撤销职务 华国锋被罢处 陈云 邓小平等人是主要推手 1980年11月11日下午 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 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 揪出四人帮 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但揪出四人帮后 中共的局面 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 华国锋当主席不适当 陈云称 曾和李先念对华国锋提出 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 这件事不能再拖 十二大谁做报告决定下来 哪个当主席哪个做报告 我们可以推测 如果真的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将会有谁来发难 王滬宁 韩正 胡春华 汪洋 那么有否可能出现相似说法 习近平五年反腐 是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但目前中共的局面 使人大失所望 接下来也就是不适合之类的说法 但关键是谁能够发难 中共的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政治局委员 候补委员参外 还可根据实际需要 扩大到省委书记 军委副主席 部委党组书记和有关的人员 请他们列席参加 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 习近平是个初中生 但抓权以及极权手腕胜人一筹 仅就目前25名政治局委员来看 习家军以及习近平提拔的人 占有绝对优势 而习近平早已在审议通过 有关规范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 待遇等文件和规定中 阻止了元老 直接干政的可能性 更关键的是 习近平的思想是中共行动之难 习近平的核心拥有宪法地位 更何况习近平是保党的极先锋 中共垮台 对元老来讲才是致命的 回头来看看网络上的内部消息 习既已被元老们剥夺了部分权力 不可能再有下界连任 习在本届任期 如在贸易战或中国的经济决策上 在犯错 中途被赶下台兴师问罪的可能性很大 本来历史把机会给了习 让他完全有可能带领 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但习偏偏喜欢逆向而行 行独裁专制 搞个人崇拜 走文革回头路 最终迎接他的将是地狱 按得到的消息 元老欲用汪洋换下席 但汪奸死不受 局势目前处于拉锯状态 得罪邓家可是不那么容易下台的 还有文章称 江湖联手几乎所有元老的公兵政变 政变总策坏人应该也是江朱胡文等 使他们领导全党倒习 揭开了护党之战 这些说法可以结合上述的分析 得到相应结论 不过 物极必反 习近平如果真的面临险境 很难说不会抛弃中共 让中国人来清算中共 与死亡破 虽然这一机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